书房前有开阔的阳台 是将功早晚静坐养身之处 观景台视野辽阔 可静观沙茂山、大屯山、七星山 又可以远眺观音山、淡水河以及观渡等地 美景当前令人心旷深意 二楼正厅旁的展示室 在中心标管时期是客房 孔祥西夫人宋矮玲女士是唯一住国的贵宾 现在一间展出蒋公与夫人 是各地寻访 以及推动新生活运动的记录照片 一间则展出蒋公夫妇求学时期 及家族的生活照片 还有蒋公求学时的笔记 与圣经每批手稿等资料 中心宾馆地下室是防空避难场所兼储藏室 其两侧各有可以通往外界的地下通道 是为了安全考量所做的特殊设计 党史会时期则为存放蒋中正总统党案 俗称大西党案的地方 中心宾馆地下室是防空避难场所兼储藏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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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移交给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之后 采精致导览方式 对参观民众进行环境教育与人文教育 不仅让民众见识了蒋公的生活风采 更让民众在蒋公生活过的空间中 看到历史 看到艺术 看到美景 也看到蒋公与夫人的生活风格与文化 杨明书屋将与时并进地显现它的意义与价值 成为结合人文与自然 兼具知性与感性 而且具有现代历史意义的参观景点 更将成为台湾这片土地上的珍贵资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